哇塞 堵车了 前面大概发生交通事故了 山东灼火了 山东灼火了 不过不去 那完蛋了 又西瓜喽 小巧 河川 小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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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 执pez 近日 亲 小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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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绕到这个小路上厂门口来了 等待装货 今天的第一家 已经上午11点了 装了这么多货 这个货是到我们南东开发区的 然后还在这里装 还有一个到苏州的 上一次我们去过来的那个地方 但这个货还没好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了再装第二家 已经是12点半了 下午两点钟了 我们在天台这边装了四家货 然后要卸两家 一家是到苏州 一家到南东开发区的 我们现在去临海 临海装货到苏州 今天这个货情况比较特殊 30公里 我们就从下面慢慢走过去 30公里 40分钟 接下来这个货到苏州的 没办法 这个货不好费 哎 看到路边停了多少车啊 进入右转转右道 随后右转 我们走永林线啊 往零海去了 到转货场还有19公里 继续行驶6.5公里 继续行驶6.5公里 成功224 三门这边有特色的 石头离起来的房子 进入林线了 进入林线了 哇塞 堵车了 前面大概发生交通事故了 嗯 山洞灼火了 山洞灼火了 不过不去啊 那完蛋了 又喜欢了 哦 什么 童颜岭隧道 消防车来了 我现在到厂里还有11.8公里 掉头回去是不现实的 只能在这里等 刚才上高速就好了 但是不可能的 我要省钱呀 哎 哎 哎 他们回去了 看来快了 啊 回去了 看一下 哎 你也是我去要很高 各种低运的 就是 九二分杂品 哎好像要好了吗 哦好通了 应该马上要通了 请他走了 冲 哎 哎 都在冲啊 哎 这个隧道比较老 没有排风系 哇 还有烟 还停了 还停了 哎 哎 这怪事情什么 我们弄到山洞里来 又不给得了 哎 这搞不懂了 放了几个冬子 前面怎么不给走啊 师傅啊 那个车没拖走啊 没拖走啊 那我们不是好从边上绕过去啊 他不给你走 他不给走啊 那要等拖车过来拖啊 哎呀这个问题复杂了 那他可以间隙方行吗 当下放这里放一点 那里放一点 等拖车过来拖 哎呀不过我估计也快啊 对方人家厂里电话已经来了 我跟他打个招呼 他居然现在到厂里 只有10公里 10.7公里就到厂里了 哎呀 都4点钟了 一会儿还在清理什么东西 垃圾车 还是不行啊 都是拖走呀 都是拖走呀 把我们弄到这个隧道里 哦那不是拖车 是个清洗车 啊 4点半了啊 好像痛啊 人家马上要下班了 在这里短短两个小时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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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拖走 哇就在这里说的 看到吧 我们下车的车 哎呀 哎呀 都没出来了 继续行驶发努力 路透走转 对 一个车子烧掉了 但是我们车子也没看见 好了 结束了 就这么多 好了 好了 保定 麻麻一切 5点40 这个临海区苏州的货撞完了 今天如果不是在隧道那边躲两个小时 这个货老早撞完 老早往回走了 人家本身也下班了 5点钟 你看 七八个人帮我转货 转货效率还是蛮高的 在天台等了一天 今天在天台装了四个地方 然后跑到临海来 把车子塞满了 这样是武装三线 明天先到苏州 写后面这个应该讲户外用品 这样啥应该是 然后去写那个交通设施 我们上一次去过 写完回南通开发区 也是交通设施 三票货总运费2400块钱 配零量就是这样 如果巧 那能够都配两票 没办法 就是这样 刚刚接到通知 明天还有指向装 这样真是蛮完美的 现在到苏州的第一家 350公里的样子 我们就从这里上高速了 因为后面装了两头大理石 还是蛮重的 这一车祸 直接走高速 走到盛泽下来 然后从下面慢慢走 穿过苏州市区 它这个是在乡城大道边上 家具城那边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